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东风4-1发射之后 俄罗斯修改了核原则 如果俄罗斯遭到常规武器的攻击 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 常规武器就可以反击了 25号当地时间的周三 俄罗斯总统普京修改了俄罗斯的使用核武器原则 他说俄罗斯如果遭常规武器攻击 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 根据2020年推出的 俄联邦核威慑国家政策基本原则 只有在俄罗斯的国家主权或领土目 面临威胁的特殊情况下 俄罗斯才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22年的2月 俄武冲突爆发之后 随着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恶化 俄罗斯国内的鹰派多次呼吁 要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 使用战略核武器 俄罗斯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 美国的核武器的数量 其实与俄罗斯相近 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核武库 居然还要跟人掰着常规战争 所以俄罗斯那些基金派 马文娜那批人 说你为什么不扔个核弹呢 我们现在几万几万人往一个八个目射扔 我们就一个核弹就完事了嘛 成本又低是吧 确实成本核武器就平了嘛 一平了 我为什么一个人一个人一个连一个连冲呢 这些人都死那了 五六万人死了 两国的核弹头数量大约占全球90% 美俄之间加一起占全球90% 那普京在周三主持召开的俄联邦安全会议 框架内的核威慑问题常设会议 这个会议每年举行两次 普京介绍说呢 更新后的俄和学说 是这么规定 原文啊 在有何国家的参与或支持下 就有前提是有何国家的参与和支持下 无何国家针对俄罗斯的侵略 注意是无何国家针对俄罗斯侵略 就是有何国家他如果敢对俄罗斯侵略 那当然是什么后期 但是无何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 将被视为二者的联合攻击 前提就是在有何国家参与支持下 无何国家攻击俄罗斯 就被认为是联合攻击 就是你无何国家只要跟有何国家勾连 那也就是有何国家联合勾连 你说按你是有何国家来设定了 挺有意思 你看这些朝鲜韩国之间的关系 韩国现在指望借美国的核保伞 日本是不是也这个想法 都是从乌克兰这学来的 包括那些北约的那些小国 是不是天天越狱市 芬兰不就都指着 现在人家把你没核武器 还招了一个核打击 是傻貌吗 现在芬兰总讲的话 这典型的就不至了 普京是没有明确说 是否是会使用核武器 来回应刚才讲的这种联合攻击 但是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 回应其对其主权构成严重威胁的常规攻击 这意思很简单了 就常规攻击只要是威胁到我的安全了 我可以对你的无核国家进行核打击 无核国家如果你要是跟这有核国家勾连 你也会遭到核打击的 这个解读空间太大了 蒙古空间太大 就是说我可以随便解释 普京还表示 如果俄罗斯获取有关 开始对俄进行空天攻击的确切信息 注意是空天攻击 可能就是卫星导弹这种攻击 可以使用核武器进挥 对此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成员 遭到入侵时 俄方保留使用核武器权利 所以打白俄罗斯我一样使用核武器 普京强调这些改变是经过深思熟虑 与俄罗斯面临的现代化军事威胁是相称的 也确实现在很多北国家 就是没有核武器那些国家 越岳越市 想瓜分俄罗斯 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不打核战 我们没有核武器 我打你有核武器 年后五常之一的俄罗斯 有核武器 我打你没问题 咱们自认为是没问题 现在看有问题了 你没有核武器一样核武器打 你何苦呢 我觉得还得是找一个标杆 找一个傻逼来试验 最好的傻逼就是日本 打日本真的不犯法 你可能忘记了 日本是战外国 打德国和日本都不犯法 但德国人老是 打日本人那真是 日本人是傻逼一堆一堆的 战略之无 尤其那方有诱异 俄罗斯调整核原则 显然就是针对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这种勾连 包括日本未来也一样 今年以来 由于乌东战场形势发生 越来大的对自己的不利 尤其是库尔斯克 乌克兰呼吁西方国家 要放松使用西方武器 限制打击俄罗斯纵身 很多国家担心局势升级 西方国家现在不允许乌克兰使用 援助武器攻击俄斯纵身本土面 西方国家现在如果真的是松动的话 那意味着真正的乌克兰 就开始攻击莫斯科了 莫斯科一旦攻击的话 那就是普京也必须要 也必须要做相应的回应 那就包括核武器 普京做这个重大决定 我觉得和之前的扩军 其实是一脉相连的 扩军和我使用核武器 去打击这些乌克国家 是一个脉络 因为他不是要靠自己的 比如再扩军80万等的 靠这80万人去攻击北约 我讲过苏联的战术 整个理论 它是靠核武器开路 整个欧洲地表上 就不存在生物了 地表已经被扎烂 不存在生物了 那就说由这80万 现在俄军扩军 由这个地表的百万苏军 是快速推进至巴黎 或者是法国的西海岸 快速推进到这 这些地面部队是占领 已经被核武器打击过的欧洲领土 我这些部队能推进到哪 快速推进到哪 这些领土就是我俄罗斯控制 地表是不存在生物的 你只能在地下活 那地下的活也得是几十年 几十年以后才能出来 地表都是核污染 所以这些部队快速推进 是占领这领土 这说确实用不了多少人 他们是占领的功夫 那你就理解了 他现在扩军 尽管是看的数量很小 不足以是常规力量是对抗北约 但人家也没指望用常规力量跟你北约打 人家用的是核武器 用核武器可就不一样了 几千万TNT当量 一炸那几百万人就没了 人就真的就跟灰尘 灰尘一吹破没了 就灰尘 在核武器面前 人不就是灰尘吗 瞬间就没了 所以咱们要明白 这里边普京修改核原则以后 代表什么 代表着核武器真的是可以使用的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耗信 真敢要试验的话 那可能就是要找死 实际考验北约这些蒙古盟友们 谁是第一个傻逼 可能北约正在穿着日本当这个傻逼 莫斯科宫经团圆报9月20号 说世界上最神秘的无线电台 UVB-76电台 叫末日电台 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神秘信息 只包含四个俄语单词 其中有两个单词 分别是暴风雪和快活 这两个单词 这两个单词字意不明 有人说这个电台上一次送奇怪的信息 是22年的2月24号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夕 当时只发了一个词 那就说代表什么有特别行动 有大的行动开始 所以这次这个电台又启动了 虽然任何一个拥有无线电接收器的人 都能收到这条信息 但起为止没有人能破译 到底什么意思 再重点 有四个词里边有两个 一个是暴风雪 一个是快活 这个电台首次出现在70年代 现在是未解之谜 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个电台发出一种特别的嗡嗡声和风鸣声 先是事先录制好的各种声音 然后不断的重复不放 就是马上 共情团 共情团真理报 猜测 这个电台似乎是有一个麦克风 一直在实时的记录房间里的 某个机械装置发出的嗡嗡声 所以这个嗡嗡声可能就是记录这个 这种装置可能像这个 哈蒙德风琴使用的音轮 在某个时刻 有人会坐在麦克风前让音轮停止转动 像他妈恐怖片 我妈妈越想越怕 然后就开始讲话 就199年12月24号 人们听到了第一条的这种信息 其中一个包含一组数字和一个全部由大写 增空组成的俄语单词 这个字意到现在还不明 很多人把它这个位置确定是在莫斯科州 现在有人说这个电台是利宁格勒 利宁格勒州 这个电台可能是某种神秘死亡组织的 这么一个系统一部分 比如说爆发核战的时候 现在没人其实能够下达实施暴行指令 这个电台负责就是自动来启动发射导弹 报复的导弹的发射命令 有人猜测是这种 这些导弹可能就隐藏在一个偏远的 非常隐蔽的秘密发射井中 可能在无人参与情况下 无人指手的情况下发射升空 现在处于生命状态 位置不明 这个导弹存放地应该是没有人员 只有苏联时期制造一些机器装置 在这个区 所以会不会就是俄罗斯已经启动了 这个自动发射装置 这么一个信号 它发射这四个单词 就代表俄罗斯已经启动了 无人指手的洲际弹档发射装置 自动发射装置 已经启动了 因为在2月24号 它也发射了一个单词 那这个时候 俄罗斯确实准备打核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盏%